菲菲,去拿啤酒吧 啤酒 關門吧 關門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教識我的小狗 可以去雪櫃關門 首先需要有一隻可以訓練的小狗 在螢光幕看到這隻是菲菲,是我自己養的小狗 我在大約一年半前領養牠 牠是一隻邊界蒙羊犬 當然牠是非常聰明 如果想訓練狗隻的話 我們也深信每隻狗都可以教到 最重要是你肯花時間和牠相處 有耐性地訓練牠們 第二樣你需要的東西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Clicker 即是現在在照片上看到的 其實牠只是一個銅片 上面有一個按鈕 你按牠就會一聲響 其實不一定要有牠的 因為通常我們訓練 如果一隻狗做得對 我們也會說 yes 或者good boy 或者對 去讚牠 或者很聰明 但是我們說的時候 就未必很準確地拿捏到時間 但如果牠做得對的訓練過程 我們就立刻按這個Clicker 讓牠有Tark一聲 除此狗而狗隻 狗就會訓練到 牠會被Clicker的聲音 在心理學的角度 即是牠會知道 原來聽到這個Clack一聲 就是牠做得對的 那牠就會知道 這樣做得對的意思 首先我們就說一下 如何逐步逐步去調整 首先我們要讓狗仔 懂得觸碰到一個Marker 在我現在這個螢光網 就拿著一張紙仔 試試教牠可不可以 放在那張紙上 當牠成功肯移動牠的身體 在觸碰到一張紙仔 我們就去Click牠 然後給牠的食物獎勵 去reinforce牠這張紙仔的動作 在這段影片裡的步驟 菲菲大概都用了幾天至一個星期去學習 所以大家在教的過程中 最重要是有耐性 如果學得比較慢 就不要太緊張 我們再等待後一個步驟 然後再試試教 牠就會學得懂 然後把這張紙仔放在雪櫃門裡 看看可不可以讓狗仔 把這張貼在門裡的紙仔 這張貼在門裡的紙仔 這張是需要一些時間去教的 因為你要狗仔有信心地去跳上雪櫃門裡 需要一些訓練 但是如果一開始你教了牠觸碰你的手掌 或者觸碰那張紙仔練得好的話 其實這件事 只要跟你有信心的話 牠會做到的 然後我們教牠 試試看可不可以在開著雪櫃門的情況下 放在這張紙仔裡 其實我們現在透過放在這張紙仔裡 就引牠跳上這對門路 從而做到關門的效果 我們記得在click的同時 我們都一定要給食物獎勵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到 我在頭幾次是指著那張紙仔 叫飛飛去關雪櫃門 現在我們就試試慢慢轉到 不指著那張紙仔 叫飛飛去關雪櫃門 就看牠會不會做這個動作 記得我們教狗仔 一定要動作和指令一起做 或者最開始可能只是動作 然後動作再配合指令 即我們說什麼說話 例如山雪櫃門 或者雪櫃 慢慢慢慢就開始 不用手勢 只是用語言的指示 那到最後你隻狗已經縮集了這個動作 我們就把最後連張紙仔都不用 只是講這個指示 看看你隻狗仔可不可以做到整個動作 那記得如果你的狗仔做了一個很明顯的進展 你給牠的獎勵就可以再給多些 例如可以給多幾粒食 或者再給高級的零食獎勵 那當牠連這一步也學會 那我真的要兇起來了 因為你的狗已經練成了山門的技巧 那你在這個螢幕看到的當然就是 阿飛飛拿一杯啤酒給我喝 然後就關上雪櫃門 那至於這個拿啤酒是怎樣教的呢 那我遲些再製作一段影片 那我希望大家看完今次的教學 或者分享之後 都會喜歡我的分享 然後會like我們這段影片 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那當作是對於我和對於菲菲的一個鼓勵 那我們都會再製作多些內容給大家看 和大家分享我和菲菲的生活 好了